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 请订阅和分享以更新有关当今 最这明明星的最新信息 王一博一出现 话题讨论持续好些天 想低调都难 娱乐圈中 谁有这么高的关注度 一出来营业 话题接二连三 余温持续好几天 那自然就是顶中顶的存在 这人就是王一博 如今的王一博 人是越发的低调 可是关注他的人却越来越多 他一出现 举手投足都会被放大 热一声此起彼伏 余温更是持续好些天 微博之夜 王一博一句话 这个热搜不错 点赞数突破一千万 而关于他的这个热搜 王一博今天也很酷 阅读量更是破一十亿 这个数据到底是什么水平 对比一番才知道 直接是别人的几倍 甚至十几倍的存在 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 你真是想多了 关于他的热搜于温才是看点 网友们怎么会放过他 好不容易出来营业 能不激动吗 纵观这次王一博的热搜不下十几个 什么王一博和王嘉尔热聊 王一博和黄轩热聊 什么王一博素颜出镜 带棒球冒出来 后场的时候 王一博是来干架的吗 还有王一博是体制内男友 什么王一博滑步 关于他的话题 一个接一个 随着不同画面的出现 话题余温一直在不停更新 网友都是扛着八倍镜 在看王一博的吗 一台晚会结束两三天了 王一博出场算下来不过十来分钟 没想到 关于他的话题 却根本停不下来 就连王一博后背贴了暖宝宝 都被眼尖的网友发现了 果然是厉害 大冷天的 穿这么单薄 贴个暖宝宝不是正常的吗 结果都被一群人给围着讨论 由此可见 人气确实是高 网友现在都这么清闲的吗 居然会观察的这么仔细 哎呀 果然是娱乐圈的热度地带 王一博一出现 哪怕自己在低调 难免少不了的就是话题 王一博这几次的活动 余温总会持续更新 平台借助他的热度 瞬间被不少人关注 更是助燃了多方 受益其中 一个顶流养活一群人 这句话在王一博这里逐渐被认证 原来不是王一博需要这么高的流量 而是大家需要王一博 粉丝生怕他跑了 所以才会在意每一个细节 平时不出现 一出来自然各种细节都不会放过 很多人好奇为什么这几次王一博不是假发就是帽子 因为王一博为了新角色 又剪短了头发 其实很多人都好奇王一博是不是剪成寸头了 配合如今他时不时奶盖的样子 都说不会是玩波了 各种好笑的梗估计在粉圈又会掀起 剪短头发戴帽子 就是玩波波 偷笑起来 那就是英俊大型宠孩子现场 王一博的摩托大军们向来都是口吐莲花 哪怕可爱都要夸酷 生怕孩子跑了一样 题外话 其实微博之夜 我们看到王转军的寸头 貌似确实挺短的 估计王一博的也不会长多少 这次估计真的是玩波波了 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